雷电宝图 给我震杀 谭云身后的昌志尖右手一挥 一副卷轴自乾坤界内飙射而出 混沌虚空内灯使雷电交加 雷声滚滚不绝 木刃 那卷轴蹦射向谭云头顶 平盏开了后化作一副宽百丈 长达千丈的画卷 画卷内逼真的绘制着一团团乌云 乌云仿佛活过来一样 滔天翻滚 一道道粗达百丈的璀璨雷之力 朝谭云悍然而落 谭云施展鸿蒙神部多闪之际 那极品宝器雷阵宝图 以死死锁定谭云 随着谭云的移动而移动 霸道的雷之力 从乌云中贯穿虚空而落 每道雷之力都能轻而易举毁灭 下品宝器 多闪不及的谭云 被一股雷之力的边缘空中有间 顿时皮开肉绽 劈得谭云头晕目眩 身子翻滚之中便朝下方坠落 好强和的肉身啊 长指尖难以置信 他原以为方才那道雷之力 足以将谭云有笔轰碎 万万没想到 只是让谭云的肩部皮肤炸了开来 长指尖全心操控雷阵宝图 朝谭云一边攻击 一边大声呼和 彭之殿 月之殿 快烧了他 彭万川身上灯时涌出一股不雷之力来 右手一番 一把雷属性锯锤便凭空出现在手上 他手持锯锤便自飞剑上俯冲而下 朝坠落中的谭云挡头砸去 这一锤要是砸实了 毫无疑问 谭云必将血剑当场 颅骨崩裂而亡 就当彭万川出现在谭云上空之时 任谁都没有发现 坠落的谭云嘴角上勾勒出的一抹猙獰 鸿蒙火焰 谭云忽然凌空停止跌落 身形冲天而起 又让隔空一推 鸿蒙火焰瞬间将齐瓶宝锤 和彭万川吞噬其中 你这是何等火焰 鸿蒙火焰里 彭万川尽管有雷之力凌厉护身 但仅仅也只是呼吸之间 浑身皮肤便被融化 他的头发皮肤已经消失 焦黑的脸上露出了颅骨 断得是无比恐怖 令他愈发惊恐的是 手中的雷属性极品宝锤 竟在对方紫色火焰中融化虚无 侯师兄 愿师弟救命 一被烧得不成人形的彭万川 残叫声戛然而止 却是他在鸿蒙火焰之中 已经急速化作了飞灰 如今谭云的鸿蒙火焰 已迈入了四阶初期 可瞬间将下品亚尊器 焚坐虚无 若非彭万川早有雷之力 灵力互提 他又岂能坚持眨眼时间而不死 这一刻 足塔飞剑悬浮于 弹云身后千丈外空间之潮中的 岳部群迟疑了 他望着弹云 双腿忍不住地哆嗦 反观空间之潮外的侯爷 正怒法冲冠 手持方天化吉 冲入空间之潮内 他果真是六人中最强者 因为他足塔飞剑冲入空间之潮后 移动速度仅仅只是慢了一程 好快的速度 弹云望了眼侯爷 心头一灵 就着档口 足塔飞剑的昌指尖 再次操控雷阵宝图 释放道道 凑打百丈的雷之力 铺天盖地轰向弹云 战 弹云立合一声 目光坚定 化作一道道飘渺残影 迎着贯穿失控的雷之力闪烁而上 接连三次闪躲不及 被三股雷之力擦到之后 弹云的左臂胸膛和后背 皮肤饱碎 血肉模糊 给老子回 忘记伤痛的弹云 终于从一股股雷之力中冲了上来 出现在雷阵宝图之下 他又张一挥 掌心鸿蒙火焰 便张牙舞爪印在了雷阵宝图之上 眨眼功夫 雷阵宝图被烧出了一个窟窿 我的宝图 与雷阵宝图心意相通的长指尖 当时遭到反噬 足踏飞剑摇摇欲坠 而在其蹊跷喷血的瞬间 弹云已急速朝其凌空飞去 他右手一番 神剑金迷再次凭空出现 斩向长指尖的波警 此刻还在两千丈外的侯爷根本来不及救援 他跳往谭云下方五百丈处的岳部群 暴跳如雷 岳师弟 还愣着作甚 快就昌师弟 是 极为短促的应声之后 岳部群把心一横 右手朝头顶的谭云隔空一挥 当时 他身后距顶便朝谭云广暴腾空 兵阵千里 岳部群足踏飞剑 口中振振有词 那白杖巨顶内 一股逼人寒气冲天而起 瞬间将谭云笼罩其中 刹那功夫 那寒冷气息 在空间之潮中 化作一座高达千丈的冰山 谭云被冻结在冰山内 但仍旧保持挥剑朝昌志间斩去的模样 这时 遭受反射的昌志间口吐鲜血 他足踏飞剑 摇摇晃晃悬浮于虚空之中 一股股鲜血 从气窍之中缓缓溢了出来 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在劫后重生的喜悦中 飞落于下方仙谷草地之上 盘膝而坐 在恢复伤势之时 以不忘朝混沌虚空中的岳部群 感激出生 多谢岳师弟 还望你砍了谭云死之 让我亲手宰了他 好的 畅师兄 没问题 岳部群足踏飞剑意气风发 这时 侯爷足踏飞剑 自空间之潮传缩而来 悬停于岳部群身前 岳师弟 好样的 侯师兄妙赞了 待我杀了谭云 我们再一起见四长老 岳部群说吧 浑身弥漫 波光灵灵的水之力 神级足踏飞剑 钻入冰山之中 游刃有余在冰层内穿梭 持剑朝谭云杀去 拥有鸿蒙冰眼的谭云 会被冰山冻结吗 当然不可能 他拥有鸿蒙冰眼 因此不惧诸天万界 任何冰寒气息的攻击 拥有鸿蒙火焰 故不惧诸天万界 任何毁灭之火的焚烧 此刻谁都没发现 被冻结在冰山中的谭云 眼中掠过了一抹血腥的阴质 岳部群持剑 指着近在咫尺的谭云 凝笑出声 你这个杂碎 杀我这么多同门 我要斩断你四肢 挖你双眼 让你在痛苦中死去 不错 你的提议很好 谭云目光凶狠 他斗然一动 猛跨一步 伸出两根手指 接着 气泡破裂声传来 他的手指已插入 尚未回神的月步圈双目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